画面上男子就站在马路边边 只见他不停左顾右盘 接着弯下腰 做事要趴在地上 这是一辆白色小轿车 已经从身边开过 男子只好又站起身来 目击者表示男子看来 是想要制造假车祸 四分钟的时间内 他就这样来来回回 做事倒地七八次 但不知是动作太慢 还是太夸张 车子全都很容易地毙了开去 夸张假车祸的还有这一桩 看见黑色小轿车经过 红裤子女士急忙追上去 但时机没抓好 只能追在后面跑 眼见车子越开越远 他索性躺到地上打了个滚 但汽车驾驶根本没发现 只剩他独自躺在地上 看了让人又气又好笑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